嗨大家好这里是TimBob我是老柯 影片开始前喜欢这类型影片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位是 有着内敛文健的秋风在宇宙场上 指见展现强大气场的中国女单新希望陈宇飞 陈宇飞1998年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的铜炉县 铜炉被誉为国际花园的城市 有着青山绿水宜人的气候 平凡家庭出生的陈宇飞从小就活泼好动 因为父亲是一位体育迷 在陈宇飞还小的时候就经常拉着她走上运动场 带她一起感受体验运动的魅力 也因为这样 父亲看到了陈宇飞在运动上有着良好的协调性 再一次得知杭州知名的陈金龙体育学校来到同屋选苗子 还没搞清楚要选哪个运动项目的父亲 就急忙的把幼儿园大阪的陈宇飞拉去面试 在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 竟然就被选上了 选上的项目还是羽球 陈宇飞后来成笑着回忆起自己这段说 幸好后来选的是羽毛球 要是那时候是足球教练来招人 估计我爸就把我送去踢足球了 在进入陈金龙体育学校后 陈宇飞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羽球之路 年纪还小 在体校前两年 陈宇飞训练的内容是最枯燥的加拍 挥拍以及步伐 但这枯燥乏味的训练 不仅没有消磨陈宇飞的热情 反而为自己打下最扎实的基础 由于陈宇飞本身的身体条件出众 再加上扎实的训练 那他在10岁就顺利进入了省队 更在13岁时被选为国家青年队的一员 隔年14岁参加了广东神东馆举办的U15亚青赛 为自己拿下了第一面 女单的银牌及女双铜牌 逐渐展现天赋的陈宇飞 在15岁时被征召加入了羽球国家队的二队 这一年的陈宇飞也代表国家队 参加了台北举行的亚青赛 最后赢得了女单比赛的亚军 而2015年17岁的陈宇飞 入选了国家队一队的成员 这也代表陈宇飞的职业选手之路 正式展开 跟从的师父则是大宁鼎鼎 拿过两届奥运女单金牌的张宁 然而进入国家队后的陈宇飞 烦恼也跟着来了 他看着自己与其他人的差距 心里的压力也跟着大起来 陈宇飞回忆起自己在国家队时 有一次参加青年锦标赛 意外输给了一名省队的对手 本来没觉得事情有多严重 直到当天晚上教练找他长谈 需要让他回去省队再去磨练 这时候才惊觉事态严重 当下心情沮丧的自己 眼泪不自觉地落下了 回去神队后 有着坚硬性格的陈宇飞 在三个月后顺利赢得比赛 让他再次回归信念的国家队 现在回想起来 陈宇飞仍然心有余悸 但他告诉自己 压力和质疑都只是一个过程 有了这些才能有现在的自己 时间来到2016年 18岁的陈宇飞在调整过后 代表国家参加了亚青赛及世青赛 这两个大赛同时获得女单的冠军 而这次的世青赛更是让中国队 在时隔9年后再次夺得的冠军 这一战也让全中国对这一位天才少女刮目相看 隔年19岁的陈宇飞 日趋成熟 开始参加大型的BW的赛事 在泰国、日本、丹麦以及年中赛等超级赛 也都顺利打进了准决赛 而在世青赛上也拿到了季军 这一年的陈宇飞 开始让中国球迷看到了未来女单的希望 时间来到2018年20岁的陈宇飞 不管在技术、心态及稳定性都有明显的进步 再加上之前累积的比赛经验 让这一年的陈宇飞 开始在各大赛的女单项目中展露头角 先后在法国、日本以及全英公开赛 打进了准决赛 在福州公开赛也取得了女单冠军 而在中国、日本公开赛及雅锦赛 也相继获得雅军 自己的排名也来到了世界第二 而2019年的陈宇飞 也为自己迎来彻底的大爆发 连续在全英、瑞士、澳洲、泰国、中国 以及香港等公开赛 相继获得冠军 在最后一战的年终赛 先后几败三口茜、新度等顶尖好手 决赛时对战速迪戴滋营 更是顶住压力、突破心魔 最后逆转胜、几败小戴取得冠军 而这一战也让陈宇飞的世界排名来到了第一 这一年的陈宇飞 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眼球 也让大家看到了她的转变与实力 同时也正式扛起了中国女单大旗的新希望 时间来到2020年 在历经去年的7场大赛冠军 这时候的陈宇飞 已经大大提升了自己的信心 在年初的马来西亚大师赛 决赛中再次对上戴滋营 退遍后的陈宇飞刻乎心魔 整场比赛最后是以2比0 抢牙式的完胜了对手 而3月份的全英公开赛 在决赛中再度对上了戴滋营 不过这一次小戴的表现更加亮眼 最后是以0比2败给了戴滋营 同时世界第一的宝座也在帝满给小戴 在赛后陈宇飞接受访问时提到 虽然对这次的结果有些遗憾 但排名是否第一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次的比赛 让自己对未来有更明确的方向 两强的象征也让这一年开始的女单格局 似乎变成了戴滋营与陈宇飞争锋的局面 而全英公开赛后 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 东京奥运也确定延期一年 这一年多未出席任何国际赛事的陈宇飞 除了积极备债奥运外 也参加了国内的全国锦标赛及冠军赛 这两项大赛都拿到了女单冠军 也再次捍卫国语女单易解的地位 陈宇飞在场上的气势也更加霸气 而这一年多来 在教练罗易刚的调教下 自己在体能及各方面的技术都明显提升 让更强大的陈宇飞 有着更大的信心面对所有选手 时间来到2021年奥运会 经过备战训练调整的陈宇飞 果然如预期的顺利打进决赛 在金牌战带助遇上戴Z 这场顶尖的对决 陈宇飞表现出极为强大的韧性 靠着积极有效的防守 破坏了小戴吊球的节奏 也让戴定的出界失误增加 加上自己带体力以及反手派能力的提升 最后在第三局以21比18 击败对手取得胜利 在赛后媒体访问陈宇飞时提到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她当作一个目标吧 对 因为从之前的一直输给她到 后来慢慢能突破一次两次之后 我觉得就是她也是我训练的一个动力吧 但是其实我们在16年以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特别是中国女单 然后我觉得今天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我觉得是对我们女单的一个肯定吧 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肯定 这一席话道尽了这些年的陈宇飞 扛着中国女单希望的压力与心酸 转身在奥运的殿堂上 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与尊敬 一步一脚印扎实的往顶尖球员迈进 23岁的陈宇飞 未来与穷的道路还很长 相信经过时间的淬炼 更加成熟与知心的陈宇飞 在未来的雨坛上绝对精彩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内容 喜欢这类型影片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留言告诉我 你在看完陈宇飞故事后的感想吧 还有你还想看到哪些选手的故事呢 我们下次见 拜拜